我们要找的就是你 来吧 老的味道 世代传承下来 路口即化 带点甘甜 妈 我家这么给我做 好香啊 各个民族的菜我都吃点了 每种食物都有它的魅力 很疯狂 一个 中国味道 真来对 我要改变守天老师对我的看法 没有什么能难倒一个吃货的 我还是要建议 吃 三 二 一 味道 只为找到 最牛吃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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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牛吃货 最牛吃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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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 中国最牛吃货 道道全带您品味 中国味道 你会吃吗 你爱吃吗 你知道什么最好吃吗 你知道怎么吃最健康吗 各位 我们找的就是你 今天还是有非常多 重量级的专业吃货来到现场 别忘了用热情掌声欢迎他们 同时大巧呢 还有3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代表 以及100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 欢迎你们 每一期节我们都会有三位 全国各地的顶级吃货 汇聚咱们中国味道的美食擂台 积分最高的那位朋友 将会获得最牛吃货的称号 不仅是称号 他可以拿到他专属的金筷子 和世界美食之旅的大奖 世界美食之旅 带你吃到你闻所未闻的地方 吃到你从来也是品尝过的美味 那首先呢让我们有请 一号吃货将在美登场 有请 哇 太帅了吧 教育福地挺身 单手服务身 单手服务身 我是健美球王江战美 你这个身材也太不错了吧 还行 不然就直接上手了 冷静一点 今天比这个吃货 但是 我觉得这有点不太科学啊 各位美食鉴定团 吃货鉴定团 一般我们想象中的吃货 对吧 对 它一般是要稍微微胖 至少是微胖戒吧 你这个健身教练 通常不是吃货吧 应该要控制身材啊 对啊 应该这么说吧 就是你作为一名健身教练的话 必须你要懂吃 你要会吃 这合理 你才能就是说 保持你的合理生产 我做过半年的厨师 所以在这吃的方面 我是非常懂 也是非常专业的 好 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位的健美厨王 祝他今天在我们的对抗当中 取得好的运气 也好的成绩 来 掌声资美他 加油 谢谢 好 现在让我们有请 二号吃货安泽上场 有请 好 好 爱 看爱心你路过 交出年年的喜情 好看你舞蹈 做了甜甜的温度 让我理由 才读不了今天的日子 我叫安泽 我是来自拉脱亚的中国好媳妇 我是热爱美食的外国朋友 谢谢安泽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 来自拉脱亚的面包 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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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热烈了这个反应 来 装一块 装一块 这有失货节目 还有点盐 盐 冷静一点 这边还有一块有人要吗 你给我留一块 给我留半块就行 没有了 没有了 没错 这是吃货节目 你看这一个最踊跃的 我们就吃了这样 特别好 不过我特别纳闷 你说你带这个面包就算了 干嘛要撒盐巴 就是 面包要吃甜 这个是这样 在我们的拉脱尾亚 是有这样的习俗 就是面包它是代表地位和富有 然后盐它是非常的贵重 要是把它打翻了 可能我们的友谊就会有矛盾 就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我当你的面 把盐巴给打翻了 我俩感情就快要吵架了 但是我们今天主的是 中国最牛吃货 是啊 不合适吧 哎呀妈呀 我这个是我是东北内嘎的 我的老公是东北人 东北内嘎的 嫁给东北人了 对 有眼光有眼光 我们掌声先谢谢她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谢谢 来 请就位 谢谢 我们接下来 让我们欢迎三号吃货 吕佳登场 什么造型啊这是 我叫吕佳 来自遥远的云南 大家看见了吧 采蘑菇的老男孩 让大家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吃货 您好 您好 给您带来一千面礼 这是送给我的 是 是 是 这是 这叫毛头鬼伞 它是一种蘑菇 您主持的时候要饿了 您可以咬一口 来 请摄影师给个特性 上面还有个死虫子 刚刚在上面就意啊 这一看啊就是新鲜的 像这个蘑菇很有意思 嗯 它是这个蚂蚁 蚂蚁它一天就采那些树叶呀 什么木枭呀 它就是为了种这蘑菇 蚂蚁主食就是吃蘑菇 哦 那你这么多带来是 我送给现场观众的 那赶紧嘛 谁要啊 谁要啊 这个是叫做干巴菇 干巴菇 这个菇叫做松露 很贵 哦呦 松露啊 很贵 非黄菇的耶 来来来来来 这拿到的可别光看啊 讲师傅给您家鼓励鼓励 快 您家请就位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他们在吃货界精彩的表现 今天这一关叫做是 吃货有绝活 这里是大型美食分享节目 中国味道 感谢道道全石油油 对本栏目的特别支持赞助 今天三个候选人 都要给我们讲一讲绝活 咱们先从第一位开始 表现一号江在美帅的 哎呀 这口味的姿势都比较帅啊 哎呀呀 好 冷静点冷静点 是比吃货啊 我想问一下 你说要吃什么呀 我最爱吃肉 最爱吃肉啊 也能看得出来 对 看得出来 但最爱吃什么肉呢 除了冷肉 基本上都吃 哎呀 不要说得这么可怕嘛 对 但一般你能吃多少 正常情况下 两三斤不成问题 多少斤 两三斤 两三斤吧 两三斤 你说的是 一个月是两三斤吗 哪有一个月一顿呢这是 一顿两三斤啊 我记得我打饭也就打三两啊 你有什么记录吗 参加过吃汉堡王比赛 三分三四秒吃了四个 他那四个相当于平常的那种八个左右吧 咱们光说不行啊 咱们来测验测验他好不好 好吧 所以不能让他自己说 要不然对另外两位不公平啊 来 上道具 光他一个人吃不行 我们得有一个验证对吧 有哪位想跟他上来比赛比赛 撞小伙 哇 哇 你们有那么饿吗 饿吗 饿吗 想吃吗 好嘞 来 挑一个 这边帅哥吧 哪位 这一位 好 咱们不能再请一位 小明的那个评选过来跟咱一起PK一下吧 好吗 好吗 林立 你说我们请谁比较合适呢 那 谁 是吗 谁害的我 所以 好 来 欢迎朱莉安 我觉得 这位大姐跟婷婷是串通好了 你长得 你长得太招中国妈妈欢迎了 是啊 这位小伙子也稍微打打气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子阳 你叫王子阳 王子先生 王子您是今年多的 我今年十六岁 十六岁 不要怕他们 来了 交给你了 王子 虽然这只是个测试 但是大家还是要争夺第一 好吧 要不然显示不了 我们今天吃货它有一个大胃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怎么着我也得叫板是吧 你怎么着都得来 好吧 得得得得 这你收一笔 朱莉安 你这歌不要 有人计时吗 有 计时 开始 上 加油 朱莉安 你得快一点去 朱莉安 你快点 朱莉安 你快点 朱莉安 你快点 上 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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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美 用一口再一口 平均八口一个汉堡 多少时间了 一分钟了 加油 加油 一分钟了 加油 一分钟了 加油 一分钟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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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三分之二的时间 张大美两个了 加油 张大美两个了 加油 慢点啊 多少时间了 一分半了 还有一半过去了 我的目标就是把一个吃完 你丢死了 你快点 王子啊 小心点王子 别着急 手在嘴里就出不来了 你看一下王子 多少时间 十九秒 最后十秒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了 好笑 那个将在美吃了多少个 四个半 是四个半饭饱 朱利安呢 吃了不到一个是吧 还剩一个圈 我来之前吃了一种火烧 然后我们这份的王子 你还好吧 我女儿两岁多了 你跟她的吃的方法有一拼 你少说人家 你吃了也没比人家好多手 到这儿了我明白了 第一位一号吃货 健美厨师 江戴美 她的绝活是味大 没错 太能吃了 这回你服了吧 但是还不信 但是这个事儿 我们要跟电视机前观众 特别跟现场朋友都讲一下 还有王子就这一次 下次别再这么吃了 这事儿都是有专业训练 大胃王也不是天生的 对吧 我们都是轻体力的人群 对于蛋白质气球量 也就是75克左右 你像健美人士也好 还是运动员也好 他们的蛋白质气球量 都到120 130 150 所以我这里面 也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们 在吃汉堡 或者其他些肉的时候 要尽可能地少 建议的量一般来说 一天不要超过 二两最多了 好 今天这是第一位 吃货有绝活 我们再次掌声给大家鼓励一下 谢谢 感谢现场观众的热情参与 您将获得由道道权食用油 提供的精美大力一份 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的 第二位吃货代表 安泽 来 特别受了大家欢迎啊 安泽 你爱吃什么呀 我还喜欢吃肉串 煎饼 炸酱面 油条 豆汁 大包 等会儿 等会儿 什么东西 大包在前面 油条 豆汁 大包 豆汁啊 那个东西能喝吗 可以啊 怎么了 豆汁就传到拉脱维亚去了 只能证明一点 就是安泽到了中国以后 确实把中国各种各样都尝遍了 你看他爆的那些吧 麻辣烫啊 烤串啊 炸酱面啊 豆汁啊什么的 这全是他们国家没有的 都是来这儿以后吃的啊 都不错 先让去像是个吃货的样子 有什么当中最擅长的项目吗 最爱吃的是什么 最爱吃的当然是包子 越大越好 然后皮越厚越好 肉啊 肉馅越多越好 但是咱们中国人吃包子不是皮薄肉馅 肉大馅大好吗 他喜欢吃皮越来越厚的 不是啊 这个南美方的不一样 我们北方的那个大包子啊 都有发面的 那个皮特别特别厚 很松软很好吃 你这吃过多少种包子 各式各样的吃过 有多少种类吧 十个 十个应该吃过 十几种 我估计应该有更多 但是我见过的可能没吃过 见过的知道的 不是这也有点吹牛 你说咱们中国人也不记得吃过十几种包子 对啊 那咱们这样 咱们来测试它一下对吧 那刚才测试了一号吃货 不测试它吃灰了啊 来人 上当去 来 我们给安泽准备了各种各样的包子 对 你这都能认得出来吗 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 是吧 从哪儿开始吧 从这边吧 那这个是东北的典型的包子 这就是年豆包嘛 里面有豆沙馅 来 我尝一口 哦 是吗 东北可能我们家做的是白颜色的 哦 这是玉米面做的 对 没吃过这个颜色的 好 这是年豆包 这应该没错 第二个呢 第二个有 这个是吗 它有点感觉是那种普遍性的 那我觉得我 普遍包 这个我不太知道 这有没有人知道 哪个是东北大包子 这是东北大包子 你确定吗 我感觉有点不像 这就是东北的 哇 吃货鸡的 这怎么你们都来了 那就是我们食堂的包子 那真的有我们食堂 我觉得我没那么简单 也吃过 来来来 等一下 我们这有专业的媒体美食团的朋友 来 应该是扬州包子 三丁包裤 夏淮包装 三丁它是什么意思 它是鸡丁 鸡丁 笋丁 还有应该是鸭丁吧 这个呢应该是 这是五丁包了 里面有肉 有笋丁 有的时候会放一点香肝 你一口咬下去 嘴里跟跳跳糖似的 因为这种可以不同的调整 最有名就是扬州的吧 最有名就是扬州的 扬州 这是应该是扬州五丁包 或者三丁包 我觉得华少介绍这个南方包的时候可得意了 华少就我北方的要登场了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豆沙包 豆沙 这个太明显了 这个特别好猜 天津狗不理包子 对 它有十八折子 十八个折子 皮膀肉馅十八个折子 这个我特熟悉这个 你待会说 你让人家吃人家比吃货 小笼包 不对 不对 你放眼望去 这长得像小笼包吗 这有小笼包典型的问题 这明明就是烧卖吗 不是 我跟你讲 这就是北京风味的杭州小笼包 这个呢 在我们杭州呢 我们把它叫猴口包 什么意思呢 就是刚好跟猴 比猴眼稍微大一点 一口能吃一个 但它原产的应该不是在杭州 杭州以前是南宋的那个首都嘛 它是从河南开封签过去的 它跟小笼一样 里边也是灌着汤的 一咬开它里边会出汤 你看在这边 这个不会 你在这边看呢 你就可以很明显地找到 它湾汤的特点 能看到里面是那个很亮的 有油的 对 然后你 这个因为蒸的时间长了 它就被那个面给吸收了 刚蒸出来的时候 一口咬下 汤汁就进嘴里面 一咬下整个汤汁先缩掉 那个时候就是肉汤会的鲜味 先在嘴里打一圈 然后呢再咬一口 把肉馅跟皮尔面 一块吃下去 这时候呢 就是汤汁顺着你往下咽 行了 想唱 汤汁顺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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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一口好菜是我的特点 你不知道吗 下一个 下一个 这个 有人知道吗 应该很好认的嘛 这个呢 是龙眼包 它上面有一个眼 知道了 它的好处是在于 它下嘴儿给你找 就从这个地方下嘴儿 华上 我越来越觉得 你今儿干主持人干错 对啊 你应该错那点 你不知道我干主持人 穿得比他们多一点 下一个 这个我特别喜欢 因为它的这种形状 就是叉叉包 对吧 叉叉包 这是叉是吧 所以摆这个 叉叉 很形象很形象 我第一次明白 叉叉是这个意思 原来你这么记转也挺好 好 老外是这么记的 叉叉包 然后下一个 应该是 广东的一个特点 它甜的吧 那个奶黄包 没错 奶黄包 这个呢 是我们国家 广东和香港这一代 特别流行的 因为它是以奶黄 作为馅儿的 这在广东枣茶里边 算是名点了 刚蒸完的时候 里边其实是成 流质状的 它是烫嘴儿的 一口咬下去 它整个烫嘴儿 你看它停不下来 它一说 停不下来 那我们下来 你在你介绍的时候 所有嘉宾的嘴唇 都是紧紧地闭着 因为随时 就有一些东西 心里吃 就留着来了 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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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开封的特色 对吧 灌汤包吧 在上海 灌汤小龙刀 就这样的 对对对 算对了 算对了 因为它皮特别的薄 特别的薄 然后特别容易 你吃了咬第一口 咬第一口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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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各位 各位来请坐 你要不要插播一下广告 不用了 这样就可以了 和这些之外呢 我还会做一个很特别的 就在家里自己 研究出来的 双层包 或者双宝胎包 或者是葫芦包 好来 我们掌声欢迎一下 现场为我们做个包子 我是喜欢包的 面那般都是我婆婆的 好几位大哥都看不下去了 都已经 行没事 你就让他自己来 这我们拿一点点吧 给你分一下 然后这里是要有一个技巧 在这里摸一下水 摸一下水 对 一点点在中间 好 在中间 对 为什么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就把它放在这里 拿一下这个馅 你说了吗 看到这儿大概明白了 他这个所谓的双胞胎包啊 就是上下两层 但是这两手还都是甜相 来 是不是还不错 特别好 呼噜啊 呼噜啊 出来了 太棒了 这是我们第一关啊 吃货有绝活 安泽的表现 大家记得心里一掌声 给大家鼓励一下 谢谢 好 欢迎三号 吕佳 谢谢 你好 吕佳 吕佳好 吕佳是号称 这个菊类的百个全书 是 当然是最爱吃的 就应该是菊类了吧 没错 我先问一下 您是汉族还是 汉族 你是汉族 那你今天这个服装是 这个是 有你这样 上来就是要穿裙子的吧 不行 太受不了 今天上来就是要穿裙子 哎呀你穿这个太好 这个叫做隆基 隆基 他在整个东南亚 越南 老挝 缅甸 柬埔寨 包括云南的南部 呃 歹族啊 什么他们都穿这个 是是是 好像都穿 没错 咱们这个 之所以叫做这个野生菌百个全书 我相信你应该是野生菌吃的 是最多的吧 没错 那到底有多爱吃呢 您看看我这手 怎么呢 哎呦 那么多伤口啊 这一个 就我前两天去那个山里边采菌 采野生菌 然后给树林里边树枝拿的 光说不裂还是假把事啊 来 上道具 这有不少的种类 哪一个是有毒 哪一个是没毒的 你也就能看得出来 能看出来 是吗 是 你挑一个有毒的我看看 嗯 像这个呢 叫做红珊瑚菌 红珊瑚菌 红珊瑚菌 有毒呢 首先就是说可以看它的外观 它的散开比较贱呢 镜柄上面呢 有很多这个绒毛转的东西 嗯 然后像顶上呢 它有这个绒毛转的扭结转的东西 然后像这种 有毒 这 这多大毒啊 那 毒到什么程度 能够让你看见小儿在天上飞了 它就是比较厉害的那个有毒的 哦 这个特别毒 为什么啊 对 特别毒 你看这个叫做鹅膏菌 它是有这个 像柳子一样的这个疼气 下边还有这个环转的这个小的突起 就这一朵蘑菇 足够把我们三个送上西天了 这是剧毒了 剧毒剧毒 我特想知道这样的蘑菇用手碰没关系吗 呃 待会我们一定得好好认真的洗手啊 还是要洗手啊 对对对 好像我说你注意一下 我们三个都摸了哈 你现在手千万不要碰水 你也不要碰我 你保持一点距离 那也不行啊 他说碰都不行 碰了就得洗水 一碰了怎么办 碰了就赶紧洗 要不然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得看它的颜色 颜色 就是说颜色特别鲜艳的 你看像这个红的 它也是有一定的毒性 嗯 像这个特别黑的 然后像这一类呢 就是说它的毒性不是很强 它也是带红色带黄色 下面是黄的 对 有毒 就是说它得做熟了 它就好一点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 你们得看那个蘑菇生产的环境 嗯 比如说像松树啊 像这个栗树啊 这些果树啊 大家平时都可以吃它种子的东西 嗯 所以下面产的蘑菇一般没事 嗯 但是你假如说你换一种 比如说像鞍树 它本身就有一点毒素啊 有毒 像比如说什么甲竹 你再厉害一点 像我们那边有什么 见血蜂蜂啊这些 对 如果它下面展的东西 你们最好就要去碰 这见血蜂蜂 是个非常毒的植物啊 不过这个方面 我们也不是特别懂 我们请湛明先生 给我们来补充补充 嗯 所有的这种菌的东西啊 都会有一点点小毒 所以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呢 行话叫飞一下水 飞一下水 开水啊 稍微过一下 就去掉一些小毒 包括现在的香菇啊 包括松茸啊 松露啊 都都都都一样 在蘑菇的食用方面啊 有没有什么健康的吃法 或者是不健康的禁忌 刚刚吕佳呢 她实际上是经验非常丰富的 她其实是熟冬尝百草尝出来的 所以我也建议观众朋友们 不要轻易去尝你不认识的 或者你从来没吃过的蘑菇 就是蘑菇当中 它还有很多抗癌的物质 我们把它叫做蘑菇多糖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另外蘑菇当中 含有非常丰富的甲 所以它起到了一个 辅助降血压的一个效果 给我们的李佳先生 掌声鼓励一下 第一轮结束了 我们请我们的吃货健庭团 给我们每一位来打分 莫林 您的选择是 她是唯一的一位外国友人 而且人家的姑娘长得一样 你说她做什么饭不好吃啊 是 是不是啊 性色可餐是吗 对啊 大概一号这个选手的样 她做什么饭 好像都有股汗味似的 下一位二号 也是二号 也是支持安泽 现在是二比零 但是第一轮只会有一个人 获得吃货积分 没错 来 下一位 三号 三号 给了吕佳 为什么 说说理由 三个人呢 我觉得分别在第一轮 一味展示了力量 一味展示了爱 一味展示了勇气 但是最终勇气呢 我觉得给我们带来知识 对很多人都有益 所以我投三号 下一位 三号 二比二打平 将在美术肯定没希望了 第一轮啊 我觉得她的知识 能够比较感动我 能够让我比较感兴趣 最后一位 女的选择 三号 也是三号 吕佳 其实我要说啊 这是我们现代版的神龙 她的确确确用自己的身体 来尝试各种不同的菌类 从这一点意义上来说 她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吃火 让我们掌声恭喜 三号吕佳 获得第一个吃火积分 好 现在你离金块 则跟世界美食之旅 越来越近了 对 不过这才刚刚开始 各位 马上进入今天第二关 叫做吃货有胆量 感谢现场观众的热情参与 您将获得由道道全食用油 提供的精美大力一份 恭喜您 咱们第一轮说吃货有绝活 没错 这一回吃货有胆量 我觉得这个吃货吧 光爱吃 光有这个热情还不够 还得有这个胆识 中国人对于吃的复杂 品类之多 举世无双 是 但是有些东西 有的人觉得是山珍海味 爱不释手 但对可能有些人来说 就觉得尽可能的敬而远之 没错 这就要考验一个吃货 对吃这件事情的包容性 到底有多大了 好 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带来了一样 他们觉得很考验吃货 能力的一样东西 而且都给他们有冠名 我们先把三样东西 上到舞台上 这三样东西有三个关键词 是嫩嫩的 嫩嫩的 毛毛的 黏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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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根据第一轮 获得吃货积分的吕佳 先选择吕佳来到舞台上来 好的 你在这一轮是有优势的 因为你第一轮获胜了 江在美带来的是嫩嫩的 安泽带来的是毛毛的 你带来的是黏黏的 你呢可以选 毛毛的和嫩嫩里边选 你先告诉我 平时你有什么是不敢吃的吗 就是那种软体动物 软的 对 像蚯蚓啊 那种怪怪的 是 特别像日本人有一种东西 那个活着粘鱼赤身 他直接把它片下来 那锡盘还在嘴里边冻 对 那就没法吃了 那现在你有毛毛的跟嫩嫩的两个选 我跟你讲 嫩嫩的很像软体动物吧 对吧 软体动物都嫩嫩的 对 老的怎么软体动物 对吧 老的还是软不起来的 而且嫩嫩的上面 可能还是那种比较滑面的 对 比如说我们知道那种绿虫子啊 但是毛毛的也有可能 因为毛毛的像毛毛虫 对吧 你选哪个 选毛毛的 毛毛的好 选毛毛的 选嫩嫩的 好 毛毛的 嫩嫩的 不不不不不不 你选毛毛你会后悔的 没事没事 毛毛的好 你不后悔啊 不后悔 毛毛的呢是安泽带来的 是我带的 是你带的 他可能是应该吃了一口 就会爱上这个东西 吃了一口想吃第二口 然后要是睡着了 就梦到他再想吃 如果是我猜的那样 我觉得可以整一些人 是吗 我要揭开了 什么呀这是 麻烦你好后退什么呀 真是奶酪啊 真是爆炸 就是我猜的那个 就是你猜的那个吗 是的 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朱莉安 这是一种 很多人误以为臭的奶酪 一定是羊奶酪 实际上不是 这就是牛奶酪 牛奶酪 就是说很多这个奶酪 它为了它独特的风味呢 它就掺一些这个维菌在里边 然后让它发酵发酵发酵 因为它工作以后呢 它就会产生一些 特殊的成味剂 你吃起来 就像我们吃臭豆腐 大家觉得特别现意啊 就这个是毛吗 这个丝吗 对绿绿的这个 您看您看这个这个 看见没有哪个 其实你看 如果你要不扒开的话 下面确实是有 有啊有啊 跟咱们臭豆腐一样 在这儿呢 对对 这是毛毛的 这是小柔 但是这边 你们有问题吧 没问题没问题 来 来吧 不够多了 我自个儿来吧 来来来 对吧 这样就比较合适了 天啊太可惜了 我刚才 我猫猫猫不没心手啊 来啦 来啦 一二三走 越远一点 好吃吗 好吃啊 那好吃 那我们请大家伙来尝一尝吧 我觉得雪春姐特别想尝一下 是吧 我还真的有点想尝 好 来 雪春姐来 雪春姐来 我先闻一下 没有那么 干嘛 你太怕张了 你这样也不能增加我对她的恶感的 是吧 我不用增加你增加我对她的恶感的 我增加观众朋友对她的恶感 怎么样 咱们吃臭豆腐的一样挺香的 如果能有杯红酒就好了 没有 对对对 真会吃 真会吃 华尚是不是应该炒 应该 应该 华尚 华尚 中华友谊 华尚 华尚你听我说 不勉强你吃 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的感觉 第一是我被我姐姐灌输了之后 我对她不陌生 第二就是吃完之后 确实觉得有点像吃榴莲你吃的吧 不吃 榴莲我吃 没有共同语言了那就 榴莲我吃 其实她吃进嘴里的时候 没有任何感觉 回味有一点点臭味 所以她回味如果你要用水果压一下是非常棒的 并没有那么刺激完全不刺激 蓝奶酪汁的牛排特别行 完全不刺激吗 一点不刺激 一点点 吃一点点 我吃一点吧 华少 吃一点吧 华少 你吃吧 好棒 好棒 又一位吃了 太香了 那给她点水 有没有水 好吃吗 给她点水 厂底下有没有水 这个跟榴莲比起来怎么样 我不吃榴莲 胆上来特别有点 就是那种又酸又带点臭 然后酸里边带着臭臭里边混着酸 然后从嘴里回到鼻腔 鼻腔液回到嘴里 最后下去 哎呀 我说 好 掌声鼓励一下 林佳 下一位 江在美先生 请出来 加油 所以这节目不容易啊 你看这样子啊 就是猛男 猛男的胆都大 你平时有不爱吃的吗 好像还真没有 一点都没有 没有 少都敢吃 只要你能吃我都可以吃 你也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吧 到底是什么 黏黏的是比较可怕 没啥可怕 你都试会啊 活章鱼活蝎子 我咬一口活蝎子 蝎子里边那个氨基酸啊 跟它那个汁 蹦蹦的你满嘴都是黏黏的 舒服 多一样的 氨基酸啊 直接给吸收了对吧 江在美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舒服 对啊 你吃这个东西 怎么和你的形象 是这么不符合呢 来了啊 感觉你也没得选啊 开吧 请看 还喜欢我 这还可以啊 这没什么呀 一碗米线 这是云南的嘛 对吧 对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你带来的 它是歹族的一个翻译音过来的 沙片在歹语里边 它就是凉菜的意思 然后这个就是很普通的这个苦杂 这就是米线 这是 然后这是一些调料 韭菜呀什么乱七八糟 这个是牛的一站 牛的一站 对 关键是这一杯东西 这是什么 普洱茶 这就是黏黏的 我会觉得是 像普洱茶 你猜猜像什么呢 江泽梅 我 我 我也试一下 来 你先 我这闻着像普洱茶 就是普洱茶呀 对呀 是吗 而且没什么特别的味道 没有 这肯定不是普洱茶 你们闻过普洱茶吗 来 苏黎安天生 这绝对不是 它至少没有什么坏味道 没有 不不不不 你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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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肯定是很奇怪的味道 像那个蜈蜈啊 蝎子流出那口水 对对对 有一点 你这一看就是吃过这些东西 好 大家冷静 真的吗 真的 现在悬疑的气氛 究竟 这个被到处吃 吃过蜈蜈 也吃过蝎子的人 被柏林称为是 蜈蜈蝎子口水的 这一盘东西 黏黏的 你待会是要浇上去吃 还是怎么办 对对对 浇上去要吃 这个到底是什么 留下 到底是什么呢 什么 你不要插播广告 快点 我都已经弄快点了 不要卖关子 这是牛的胃液 牛是蜂蜂动物 牛的胃液 就是说它蜂蜂回来以后呢 就说我们把牛宰杀以后 就把它的这些段拿出来 然后把里边的东西掏出来 掏出来之后 拿水来煮一下 然后过例了 来吃这个 站着这个凉菜吃 因为这东西吧 它对这个消化有帮助 然后它里边还有一定 含量的牛的胆汁 牛的胃液 对对对 对我最合适 促进消化嘛 促进消化 对呀 你看这一个个胆都大 我回去坐一下 好 留一点 好嘞 好嘞 这个先交给你 我们先看一下 江在梅挑战自己的 吃货有胆量 这辣不辣 还可以了 就直接来 荒汁就下 这个辣椒很大 吃到不辣 你之前吃过这个东西吗 最主要是 云南这个辣椒 它不是一般的辣椒 你老说辣椒干嘛 我不知道你说那个牛 牛味叶 牛味叶吗 没事 你说辣椒 那个 那个 不是 我不是 您不理解 我不理解 我没理解 我特别喜欢品尝一些 奇怪的东西 它就是重口味了 麻辣烫里边喝下白糖的人 怎么样 挺好 拿了 没什么 等一下啊 等一下 来 我们看朱莉安挑战 你顺一口啊 代表法国人民 对象 云南人民表示友好 好 干干不了 得得给雪纯姐留点 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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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 有肚子大 你把它干了呀 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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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招挺上 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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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配好 脸都红了 您 再看贾招 贾招 说干了 好喝你干了 还话说到这儿啊 这儿看着都热闹 你看姜在美这儿 一碗就快下去了 整个米线都快没有了 不好意思 对 就没人劝她自己在这儿 她可真是吃货 一点都不在意 货货的就吃下去了 你能把这碗汤就直接干了吗 你直接咽咽是得了 就你手上这碗汤 没问题 你看她 你就直接汤都喝了 她是哪个的意思 就是她想喝这杯纯的 你听明白 你尝呢 我先看她 先看她 来 先看她 好像有点辣 就是怕辣 哎呦 哎呦 哎呀 谢谢两位 现在呢就是叫安泽了 安泽来 请到前面来 吕佳可以先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好 这是姜在美带来的嫩嫩的 来考验吃货胆量 嫩嫩的这个遐想空间 还是比较大的 平时有什么是不吃的吗 平时吃不了一些虫子 像金勇什么这些 哦 蝉咬的 其实也有可能是虫子 嫩嫩的 蝉咬 蝉咬很嫩 对 非常嫩 蝉咬在东北吃的 还是挺多的 对 是吧 对 嗯 姜在美 这个嫩嫩的是什么 你先形容一下 啊 它是一个高蛋白食物 高蛋白食物 鸡蛋白 不就是蝉咬吗 虫子都是高蛋白食物 对吧 有点像蝉咬 但是它不是蝉咬 它呢就是 看上去吧 还行 吃的时候呢 你得把它搅和搅和 哦 吃的时候呢 第一口吧 感觉可能会有点 啊 恶心 恶心 对 第二口吧 还是挺 它是 你一盘吃完嘛 你还是感觉 有那种感觉 哦 就是说明白了 刚吃觉得很恶心 吃一吃可能适应了 吃完之后 还是恶心 对 就是一道恶心的菜呗 为什么不下去呢 这是中国的菜吗 它可以说不是中国菜 但是到中国来 就被中国人改良了 就成了中国菜 等一下 我问一下 它是热的还是凉的 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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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营养 非常健康 非常营养 非常健康 我特别地喜欢它 嫩嫩的 还得搅和搅和 生的吗 是生的 生的 怎么所有的倒霉就轮到我了 不是 你非常幸运 来啦 行不行 请看 哇 我看一眼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呀 哦 血水 血水 因为这是法国一道名菜 对对对对 有很多中国朋友没见过之后啊 他怎么寄这道菜 他就说 就你那个生拌饺子馅 生拌饺子馅 那就来吧 那就搅拌一下是吧 对 搅拌一下 那血水必须得混合在一起 这个也对 对对对 就在血水 来了啊 来了 第一口可能会有钱 你再来第二口 说明就还适应了 是吧 还行 还行 我觉得还真行 我没想到 生肉是这样的味道 有可能我饿了吧 有这可能 你得多吃点味道更好 好吃 真的 挺好吃的 对啊 真的 那这样咱们现场请一些 媒体品质的代表 你来就行了 我不来了 来一点来一点 特别好特别好 来来来来来 客气什么呀 来嘛 还要不吃 我不吃生的 你不说你不吃吗 这么好吃 我一定要吃 我一定要尝尝 你不说刚才说这太可怕了吗 没问题 就这里这里跟那个大 挺好吃的 对我跟你讲 你吃少你都后悔 我觉得很好吃 来一块大 来一下就下 我跟你讲特别好 好 怎么样 要吐吗 来 吐在这里 这么好吃都能吐吗 好 来掌声带她们鼓励一下 谢谢 这一关吃货有胆量已经全部完成了 我们来看看这一次 我们的吃货鉴定团面要如何平定 来 第一位 请打分 支持一号 江在美 为什么呢 她在吃方面 反应非常的敏捷 很迅速 不管她从来吃得过的 还是没有吃过的 她第一千抢吃 我觉得为这种勇敢而加分 朱连 我还是给了一号 因为我觉得她 在这就更勇了 沈天姐 这几样东西包括最后这一样 除了她自己带来的那个奶酪之外 每一样安泽都非常积极主动的 没叫她她都跑上来吃了 有 确实 而且每一样她都吃得很愉快 所以我投赞 下一位鉴定团成员 选的3号 3号 吕佳 我觉得3号选上那个法国 那个蓝奶酪 勇气特别大 因为我去过那个奶酪的生产 那些工厂啊 在荷兰和法国 我也感觉到你一进门的时候 它会有一种那个味道 就因为一种力量的把你推出来 我比较配服这个 3号的勇气 这个真的没大口 我觉得非常佩服的 所以我选3号 好 我们来回忆一下 目前前面5位 2位投给1号 1位投给2号 1位投给3号 佛琳 你最后的选择是什么呢 3 2 1 1号 江在美 这一轮获得了3位 吃货鉴定团的朋友的支持 我们的上游过的吃货积分 的是3号龙佳 没错 这一轮的是1号江在美 所以说这个时候 安泽你是要参加代理咯 接下来就是决定胜负的时候了 各位只有最后一次机会 今天晚上的金负子到底归谁呢 中国味道进入 下一轮我们把它叫做是 吃货拿手菜 这里是大型美食分享节目 中国味道 感谢道道全食用油 对本栏目的特别支持赞助 每个吃货都应该有一道店的拿手菜 这才是他在吃货江湖当中 能够独步武林的绝佳妙计 今天这一集的主题 饭扫锅 其实咱们不同的地域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家庭 但是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 都会有那么一两道菜 特别下饭 在我们今天这三位吃货当中 他们的心里面哪道菜 更让他们想起自己家乡的味道呢 挑战正式开始了 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一号 江在美先生 饭扫锅你要做的是什么 我做的一道是江西的土菜 叫活肉 活肉 对对对 这个活肉怎么解释呢 怎么够活法 这个肉呢 是比较很活很Q很弹的那种意思 所以你拿筷子夹下去它是会冻的 不是 会滑溜 对 会滑溜的 而且这道菜呢 是我小时候妈妈做给我吃的 然后我现在就经常做给我菜的 明白了 这道是你们江西菜 江西应该口味也是偏辣的 对吧 但是这道菜它是不是辣的 这个它不辣 对 这道菜 它不辣它适合下饭吗 它非常适合下饭 尤其它的汤汁 把浇到米饭里面 是非常的爽滑 非常的下饭 就像你吃那个咖喱牛腩饭 喜欢把那个咖喱汁浇到米饭上 对对对 它是这么个下饭的方法 对对对 现在我好奇 这里边这个白色是什么样 我用的是就是五花肉的肉鱼 把它熬熬熬熬出来的 这样之后就去肉的腥味了 对对对 好 明白了 这边做的是一道菜 活肉 好 现在呢江泽们已经开始进行到下一步 我们来看一看安泽的表现啊 安泽这个地方呢做起来有点吃亏 因为他叫范嫂光嘛 他们拉脱维亚 你们拉脱维亚就没有范吧 范嫂光是咱们中国人的事啊 范嫂光也是可以这么说 其实在我们的国家是主食也是土豆 哦 是土豆 对 所以你这个菜应该是下土豆的菜 从二为一嘛 直接就是下饭菜就是一道菜嘛 就一道菜 你现在就是在做土豆 对 你做这个菜有名字吗 我给这一道菜起了一个名字叫正能量 食材是土豆 然后这个有咸鱼 还有这个一种奶制品 我找到蠢酸奶 这三个东西放在一起 你觉得奇怪吗 非常奇怪 一个咸的一个甜的一个土豆 都没法放一块 就是啊 所以呢我们拉脱维亚人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个性 就是赶场是一些东西 另外呢它的这个热量特别的高 所以我觉得吃完它我就可以做下一道菜 哦就有劲儿 对有劲儿正能量 哦所以叫正能量 对 我说它这个菜很奇怪啊 酸奶配咸鱼 我的天 这什么味啊 还有一个东西 是什么 这个是奶豆腐 没有甜的感觉 也没有酸的 就是纯牛奶的那种感觉 有比较淡的那种 对 有点香 它的浓度非常的高 好嘞好嘞好太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这边啊 鲁佳 有点做得不错呢啊 是 这是什么 这是酸吧 不是 考考你 考考您的中文啊 您说 您看后边 这就是酸啊 观众朋友知不知道这个字念什么字 念白 谁说的就是 咱们吃货建议团有人知道吗 您知道 您说 念教 没错 念教 我就说念教嘛 对吧 这个字念教 教头呢 这有什么关系呢 跟您做这道菜 我母亲的爷爷 就是我的曾外祖父 母亲的爷爷 对 曾外祖父 他是越南侨民 在看战初期呢 他就回到了中国 回到了中国以后呢 他就开那个 您知道马店吗 马店就是汽车旅馆吧 现在的 对对对 就是以前马帮跑路上住的地方 不就是汽车旅馆吗 但是他开马店的时候呢 他就把这个教头拿来以后呢 拌大量的糖和蜂蜜 带一点辣味 而且就是说 他能够迅速地补充体力的 这种食物呢 但是就很受大家的欢迎 他们就冲着去住我们家马店的 就成为招牌菜了 对 现在就是说你在整个 各旧萌字开源那些地方 你只要说这蜂蜜甜教头 没人不知道的 家家都在吃 这个就是吗 对 您尝一下 这闻着比较像是醋大蒜的味 不是蜂蜜的吗 甜甜的是吧 嗯 然后稍微有一点辣 有点辣 嗯 比较 比较偏甜 而且但是放了蜂蜜 所以蜂蜜有点黏 你知道吧 就是蜂蜜有点甜 我出生的地方就是刚才李嘉老师说的 云南各旧萌制甸蜜的地方 这什么时候吃的最多呢 在学生的食堂里面吃的最多 因为它便宜 真的是能够吃很多很多的饭下去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蛮有香酬的 对啊 那都是这么吃吗就是 差不多 因为它还是一个偏甜的口味 在广东地区吃酵头的话 它会跟每年的清明节前后炒蜡肉 但是在云南当地的话 它把它剁得像红山剁一样 这样搭配猪肉 好嘞 我觉得很切体 这就是一个吃货必备的素质 要选择最好的原材料 好嘞 你这酵头是做什么呢 我这酵头是拿来炒肉末的 拿来炒肉末的 非常简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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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找我们 这边啊 江泽美食 你觉得做好这道菜 最大的秘诀是什么 第一是这个粉 它不是一般性的勾芡的生粉 它必须要那种 就是老家的 就是种的那种红薯粉 第二 你的原料 讲究这你在做的时候 它是火候 就是它是生的落下锅 我们再来看看这边啊 卢家 像我们做这些菜吧 它的关键点在哪呢 要挑上好的这个叫好 然后腌制的也得非常讲究 好吃的时候吧 这东西你得速度快 得保持一定的脆口 叉叉响在这里 这菜啊下饭 它闻着就有股辣味了 咱们这边又到江泽美这儿了 哎呀 这都出盘了 对 给大伙先看一看 来来 你看一下 因为它是到小炒的关系 所以它香味没有那么大 汤头特别好 汤头稠 而且呢一看就是有味 这样的话呢 一浇上饭上 所以这个密集作文特别 这就是完成了是吧 对 好了 举手完成 好 掌声鼓励 第一个完成的 一块啊 别动啊 安泽人家完成了 你快点啊 你现在积分最后一个 你快点啊 好紧张啊 你现在在干什么啊 我在干什么啊 这个这个奶酪还是怎么说的 嗯 跟我们的还是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得自己把它切 它其实应该是软一点的 它太硬了 对 有点硬了 没关系把它切软了 可以 我们那个拉脱尔亚的特色 就是先把土豆煮熟 之后就把它煎 为了它有一种那种脆脆的皮 但是我看这个土豆有点烂了 有点烂了 你赶快啊 你赶快啊 你这个鱼怎么样 鱼反正就待会摆上去就行了是吧 对 这是它非常重要的鱼 对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特色 这个下饭 这个看着就下饭 看看 哎呦 真好 鱼家已经完成了 好玩 鱼家也已经全部完成了 而且摆盘完成 全部完成了 安泽 你完成了没有 完成了 就是现在给各位观众朋友们 在 你这个就是完成了吗 它就是这个样子 对 有时候你怎么 它这个下饭菜 就是一个盘子里边 这边是鲜鱼 中间是奶酪 旁边是土豆 这就结束了 这能是摆盘吗 这是三碗菜 没有摆盘是做的吗 它的意思是这样 这个也是有一个讲究 怎么讲究 它为什么分开的呢 因为你直接把它融在一起 不就是有点难看吗 这里是这样 你拿一下那个叉子嘛 然后就先拿一小块 然后跟这个就 拿在一起 然后放在嘴里 然后再拿一小块鱼 然后在嘴里再嚼一嚼 就回味无求嘛 这就是这样 卖关子嘛 你这它三个也不能混 混了就串腕了 到嘴里串腕了 对 因为在中国土豆还是菜嘛 对对对对 好 来呢 赶快分盘吧 好好好 好 现在呢 除了安泽之外 全部都完成了 安泽就擦最后的分盘 都弄完了 来 上菜 三位已经把他们的作品 全部都交给了我们五位 吃货评选团 赶紧尝试一下吧 看看谁的是最下饭的 下饭菜一般来讲 是在家里下饭吃 所以说我觉得一号这个菜啊 它这个形状略微大了一点 这样你跟饭有点不搭 粉则略微再大了一点点 活没有活起来 而且底味不够 我觉得三号这个菜做得非常好 从这个味道来讲够了 一个小要求就是 今后再做这个菜的时候 怎么做更好呢 就是不要使肉磨 一定要像做尸子头那样 细切 粗展 就能把这个肉菜做得更好 什么叫下饭菜 在院学当中一定认为是 稍微偏点酸 因为它要促进消化液分泌 一般来讲 促进消化液分泌 就是酸点 带点甜的 或者带点辣点的 所以三号菜太符合 下饭菜的概念了 像在美的这个 因为我吃肉比较少一点平常 我觉得如果一直都是吃这个 稍微有点咸腻 三号这位的那个 旅家的这个菜特别好吃 但是对我来说 口味有点偏重 偏咸偏辣了一点 大家看一下我的盘 真的我把除了饭 因为米饭本来不是它的原配 原配是土豆 土豆奶酪和鱼 基本上我都真的一扫光了 吃完了 我用行为支持了一下 我确实这三样 本来就是我爱吃的 没办法 目前有两个人打成评分 你们这一轮决定非常重要 对 甚至有可能就此决定 他们三个今天努力的命令 请亮牌 三号 三号 二号 三号 三号 只有一位意见不一样 所以说本关的优胜者 这三号比加 恭喜 在我们的美食代表当中 还有两票 他们会把票投给谁呢 谁是今天晚上的最牛吃货 一号 第一 它的味道是不错的 第二就是它的创新的精神 在这个三号特别满意 我觉得它最大的特点 它就能够就地取材 谢谢 请你们做出独立判断 各位 投票 请你们做出独立判断 各位 投票 我宣布 经过在场所有媒体记者的投票 两分七分的获得者是 三号 三号 吕佳 恭喜吕佳 以几乎完整胜利的方式 赢得了这一集中国味道的 最牛吃货称号 来吧 吕佳 帮我们身边来 谢谢 谢谢 恭喜 恭喜 现在我们为吕佳颁奖 恭喜 恭喜 恭喜本期的最牛吃货 您将获得中国味道金筷子 和世界美食之旅超级大奖 本奖品由道道全 使用由赞助提供 谢谢 恭喜你 现在我们把另外两位 也请上舞台 恭喜我们的江戴美 还有我们的安泽 两位 你们也将可以获得 中央电视台浪漫 双人独光晚餐的特别礼遇 360度无车岛 金城夜景 净收盐品 带你品味中国味道 请找中国最牛的吃货 你爱吃吗 你敢吃吗 你知道什么东西好吃吗 你知道怎么吃最健康吗 我们找的就是你 最会吃着你 下周再见